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我有没有非分之想 他只关心一点 只要都是男的就行 但是我有个朋友的老婆 那就没有我老婆好对付了 我这个朋友平时喜欢逛夜店啥的 为了躲避老婆的检查 想了各种办法打掩护 有一次在外边喝酒呢 正高兴的老婆的微信啪就过来了 这时我的朋友非常鸡贼 就拿出早就拍好的照片 啪就给他媳妇发过去了 说我跟谁谁谁一块呢 在外边谈事呢 不信你看 照片发过去之后 他媳妇不一会就回了消息 朋友立马就晕过去了 就拿过手机一看 上面写的让你那个朋友换个姿势 再拍一张照片发过来 其实啊 男人也有担心的时候 前一阵我老婆晚上下班回家 抖着他们一个男同事 叫诺小生开车送回来 我老婆就问我了 天天有个男的送我回家 你不担心呢 你怎么就不担心呢 我当然担心了 要是哪天一诺小生不送了 这大冷的天 我不还得骑自行车去接他呀 你说是不是 这个男人啊 要是心太大也不行 前几天我们隔壁 有个老刘 这家里边闹得是鸡犬不宁啊 两口子天天打仗闹离婚 我今天出门正好碰见的 这老刘闷闷不乐呀 脸色铁青 我就问他 哎 老刘 怎么回事啊 上夜总会是不是被你老婆发现了 没想到这老刘 默默的点了根烟 对我说 不是 我发现我老婆 哇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立歌脱口秀天天把你动 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不不不不 哪有的 立歌脱口就天天把你动